那現在這個很多人說 現在存股足其實很多 最近他可能很揪心 想要領股息 價錢又賠這麼多 今年到底怎麼辦 要不要參加除權息 除權息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倒是認為 如果來到這個地方 反正砍出去也都見股了 那就再參與除權息 先決條件是你要對他的個股 領點息回來 對 至少要對他的個股 未來有信心 這波我們其實有遇到 非常多的一個股民 他們都說 那這波像台積電要怎麼辦 我舉個例 台積電的一個部分的話 來到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他現在像今天 我目前所收到的 四份的外資的一個報告 都已經把台積電 今年的目標價往下調 但是請放心 他的目標價 都還是在這個位置很高的地方 那為什麼呢 台積電還是全世界 最棒的一家公司 他還是全世界最棒的一家公司 那我們用同樣的一個道理 如果說台積電的話 請各位放心 你就長期的一直領 一直領一直領 因為我認為在未來5G的一個世代 特別是在MMWave這個世代的話 台積電他未來的一個 整個爆發力還是非常非常強的 那這一波整個 萬點失守的一個過程當中的話說 很多人說 那你要不要去參與所謂的儲權席 參與儲權席 你要去掌握到大策略跟大方向 為什麼呢 其實剛才我們有一個跑馬燈 各位有看到嗎 最近雖然不景氣 可是先跟各位談 網路的流量是增加的 那為什麼 要上課啊 要上班啊 無聊在家也要追劇啊 那這些所謂的高速晶片 這一塊的話 他的需求就會很高 所以很多股票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貴 但是為什麼法人還在追 他是有價值的 這波包括了國劇 包括了華碩 包括了義龍店 今年通通走所謂的一個高值利率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 來到這地方 我如何能夠去對我的一個資產做保全 其實很簡單 我觀察過全世界 超過兩億美金以上的資金的基金經理人 他們都怎麼樣 多空對所 什麼叫多空對所呢 兩邊多做 對 你同時有多頭的部位 然後買空方的部位做保護 你同時有空頭的部位 用多方的部位做保護 那為什麼呢 這樣做的過程當中 你晚上睡得著 很多人現在就是會有個麻煩 哎呀股票再貼 特別是像前兩三週 之前我們就說 請你在二月趕快 如果可以的話 現金為王 可是很多人都說 我那個股票基本面很好啊 股票再下殺這一波 殺 因為這一波是所謂的城市下單 所以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砍一半 就時間這麼快 古典技術分析沒有效 現在連貨幣銀行學都沒有效 包我都跟你說了 空白支票隨便你填啊 所以現在是重新幫自己 學習的一個時間點 但是好的個股 我認為參與除權除息 對你來說是有幫助的 好零年股息 這個感覺上這個心情 也比較好一點 所以現在多空 像我們節目最近這個多空 其實很多避險的工具 也慢慢跟大家一起來 這個分享 好那來聽一下張姐的意見 除權息你跟大家的建議是什麼 那我快速跟大家提一下 除權息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兩個字 產業產業產業 很重要講三次 也就是說 你不能賺了價差 賺了股息賺了價差 所以產業的前景要對 例如說所謂的 大陸已經開始所謂的新基建 所以最近台頭戲 可能常常在買的什麼 旗紅啊 太碩 那我提到了像是風力發電 例如說像台氣電 它是做所謂的氣電共生 賣電給台電 那每一年 基本上過去五年都配大概一塊錢 沒有一次Loss過 那像基礎建 像這個所謂的民生需求 像同一超 或者是所謂的重電 那以及所謂的雲端 那剛剛寬哥講到的 伺服器 像圍影 可能從20塊30塊到40塊 這種的對的產業 才有辦法 這個 逐起進入障礙 然後連續的零股息 那舉例就像台積電 台積電可能跌到200塊 跌到250塊 就是5% 4% 那台積電是所謂高進入障礙 那像中美金也是 那像星象也是 這個大家玩手遊 那每一年都賺25塊 配息率都就成了 發的這次配息不如預期 公司少配了 那就是它挑錯產業 挑錯產業 你挑對產業 它的配息率 payout ratio 跟所謂的配息 都會一直往上的 OK 好 所以現在自己可以檢視一下 這個如果跟你講的不一樣 你可能選錯了 接下來要檢視一下 好我們接下來這個階段 要教大家怎麼樣做好資產配置 請看我們的Function學堂 好 今天我們教大家來投資理財 今天豐盛學堂 要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什麼叫做這個資產配置 其實這一波 大家就非常理解 資產配置其實非常重要 你如果資產配置配得好的話 最近還是一樣吃好睡好 如果你配不好的話 通通都是正相關 買的東西都一樣的東西的話 這個一個籃子裡面 沒有放那麼多雞蛋的話 真的會蠻痛苦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段BCR 想要建立投資組合嗎 這就像是設計一份最適合您的個人菜單 您必須挑選優質的食材 並找出最好的套餐分量比例 在任何投資組合中 擁有多元化的系列資產 就可以確保您的風險被有效的分散 讓我們假設這些料理代表著不同的資產類別 分散投資 可使您從表現優越的資產類別中受益 同時減少 因表現較弱的資產類別而帶來的影響 在每個資產類別中 您可以根據行業領域進行多元搭配 以握緊每個經濟週期的投資良機 另一種方式則是跨地區投資 以降低因政治事件或外匯波動 對投資組合所帶來的影響 想要打造經得起市場衝擊的投資組合 請記得跨越資產類別 行業領域以及地區 根據您的風險狀況 投資組合中的各個資產類別 會出現不同的比例 它會隨著時間 市場趨勢或關鍵事物的發生 而有所變化 您必須時刻關注 並調整組合比例 以保持其最佳投資狀態 今天就與星展銀行開啟您的投資之旅 這個風險狀況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怎麼樣來做這個資產配置 這一次真的大家特別有感覺 如果你是百分之百空手 不是很容易 百分之百都是股票 你現在也會覺得很緊張 資產配置要考慮的問題 包括你要跑贏市場 最起碼你要跑贏通貨膨脹 讓自己的資產不會貶值 那麼現在低利率想感覺 是很難跑贏通貨膨脹的 那麼另外就是這個追求負利 我們為什麼說要長期投資 那鼓勵年輕人趕快投資 因為青春就是本錢 青春就是富利 富利是什麼 富利就是愛因斯坦說的 世界第八大奇蹟 那你也來看看資產配置有包括哪些 可能包括我們現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包括了股票 包括了長期債券 中期債券 也包括了黃金商品等等 這個也包括了我們來看看 怎麼樣來設定資產配置的比例 最簡單的我們用年紀來看 這個最常大家可能都聽過的 防禦型資產的比例就是你的年紀 那麼成長型資產的比例的話 是你這個100減你的年紀 那譬如說你現在可能是40歲的話 那你防禦型可能是四成的債券 那你成長型的話 可以還是六成的比例 可能在比較經濟型的股票 那麼第二個方法是說 你若風險性承受比較低的人 所以你的成長性的資產 不應該低於25% 所以相當於75歲投資者的組合 我覺得這點還蠻有趣 如果你自己覺得你的風險率成長比較弱 你就是覺得很害怕 不想承擔那麼多風險的話 差不多就是你的股票部位可能就25% 其他75%就放債券 這邊還是強調 股票的比例是一直都在的 即便你不太想承受風險 還是有股票的比例 有很多人說我不想承受 我就通通放定存 我就通通買債券 被通膨吃掉 先跟各位談 如果你的錢全部都放定存的話 現在定存的利率比通膨的利率還低 所以長期的話 你的購買力是下降的 那現在來說的話以舉例 這兩三天先跟各位談 什麼最夯你知道嗎 黃金 那為什麼黃金最夯呢 原油都在跌 可是全世界資金溢出 全世界資金溢出的過程當中 所以黃金這兩天的報價 他就持續往上走 所以你的資產的過程當中 其實年輕人跟老年人 他的資產比例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說你是很年輕的話 你的風險性資產可以放多一點 可是你年紀大了 請各位要跟各位報告 你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可以跟他天長地久 所以你的風險性資產 就要放比較低的 任何的時間點 最重要最重要 你要放10%的生活金 就是說未來可能三個月到六個月 或者是到一年 你的生活費要多少 這個要放在銀行裡面 然後再來就可以選擇 依你的風險係數 如果你是高風險的 你喜歡乘風破浪的 你喜歡逢低去買的 先跟各位報告 我一直跟各位談過 這一波可能是很多人遇到 10年級的財富倍增的機會 先覺得條件要守紀律 但是現在來看的話 越往下走 對於長期投資就越有利 好 我們先跟大家講 我們剛剛的影片當中 待會會有講真答 仔細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資產配置 要什麼配置法呢 在節目最後會講 有500塊錢的禮券 趕快要記得留言 來看一下朱老師 你的資產配置的建議是什麼 我就是屬於年紀比較大的 所以資產的配置上 是屬於穩健型的 所以我個人來說 當然因為我年紀大 所以我們比較傳統的思想 所以第一個當然是不動產 不動產 大概有一半是不動產 另外剩下的一半 有三分之一是定存 就是剛才老師講的 你的生活必須的 一定要有一個突發自然 或者你生病 另外三分之一就是股市操作 所以老師你的股市投資 才六分之一 差不多 因為我很保守 所以就不會被套牢 另外三分之一 叫黃金 黃金現在來講 剛才有講到 這個整個的 為什麼剛才舉牌說 不會大蕭條 最主要就是解零 還要細零人 我們這一次的大跌 這個零是疫情 所以這個疫情一定會過 只是說你是三個月還是半年 可是各位想想看 如果三個月半年 這個零解掉了 這個疫情解掉了 我們現在滿街滿股都是錢 因為都放了一大堆的錢出來 所以這些都是很好的投資 給大家不同的年紀 不同的風險承受 不同的比例 我們今天有講真打 影片中建議大家要怎麼樣 可以經得起市場組合的原則是什麼 A是跨越資產類別 B是跨越行業類別 C是以上皆是 請趕快回答 那麼記得幫我們這篇貼文 分享加留言的話 有五位觀眾可以到500塊錢的禮券 趕快留言 有好空的又送給大家了 那祝福大家一切操作平安順利 拜拜